我零分耶 直接第一出你就搶 不管對不對 請問 什麼動物的全身都有味覺 貪蠔魚 貪蠔魚是黏黏的 人類 來一下 這是什麼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 蜜蜂 哇 耳朵就死了 雞 雞 不是 五條虎杜龍蛇 錯錯 全錯 答案是 鯰魚 滴魚 到我們是 最近好笑嗎 今天我們又要挑戰的是 人知識大象 第一題 由你開始 我的第一題 就是大家知道 其實呢這個 美國的首都 不是紐約 對 是華盛頓 印度的首都 不是孟買 是新德里 請問 日本的首都在哪裡 日本的首都在哪裡 京都 日本沒有首都 你這樣倒用前面兩個人的答案 你這樣不行 答對了是不是 因為他們日本的首都指的就是 天皇居住的地方 但是以前因為是在京都 但是現在天皇住在的是東京 所以他們就是沒有明文規定 說首都在哪裡 天皇在哪裡就最重要的 對 你要自己記喔 等一下就一直這樣子 你應該頂多就這樣就沒了 好 再加壓 你不行 不然手都 請問高跟鞋 是誰發明的 好 先講一下 這個有兩個說法 我查很多資料都是兩個說法 所以無論你講哪個我都算你對 對不起 我先把話講滿 高跟鞋嘛 法國的路易國王發明的 應該是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在那個時代還會穿石襪 因為路易十四因為很矮 所以他不希望眾多的人當中顯得他很矮笑 所以他就發明了高跟鞋 但是有另外一個說法 馬斯是一個威靡式的商人 他要遠行的時候 他怕自己的老婆太漂亮出去 捏花惹草 所以他就製作一個很難穿的鞋子 給他的老婆 但沒想到他老婆覺得很心情 殊不知更漂亮了 沒有對 就穿出去逛大街然後就造成所有的女性的笑容 他老婆就是路易十四 對 路易十四 爛律鞋 不要再講啊 對不起 恭喜 拜拜 請問蚊子有幾顆牙齒 不行 你按啊 你按嘛 不要這樣 22顆 有看到是不是 對 好小心 準備很足耶 他頂多就這樣了 請問 一張紙最多對折不會超過幾次 7次 還可以再上去 9次 對 正常來說合理狀態下 一張紙可以到8次 可是如果把紙的面積放大的話 他就可以多對折一次 2分了 我第一題應該算蠻簡單的 蛤 最粗 你說最粗的 所以一開始紅蘿蔔是橘色 藍色 咦 不是嗎 紫色 嗯 出刀 你幹嘛這麼 16世紀以前是紫色的 因為是荷蘭的農夫 針對變種胡蘿蔔進入栽域 將紫色的紅蘿蔔變成紅色 它有兩個說法是因為 橘色是象徵荷蘭的獨立運動 第二個說法就是 有些人覺得紫色很難下咽 所以農夫就把它折成橘色 那你給紫超好吃的 以前紅蘿蔔就叫Rabbit Rabbit Rabbit是兔子 對嘛 紅蘿蔔是Carris 對不起 第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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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琳應該會因為你有研究了 不一定 大家都知道鴨嘴獸是那個 卵胎生的哺乳類動物 對 請問鴨嘴獸 它要哺乳的時候 要怎麼樣 哇這個難咧 我不知道 你把奶擠在蛋裡面給它喝 嘿嘿怎麼擠 一樣就是圍在那邊喝裡面 怎麼喝啊 他媽的嘴巴 娘娘擠他都沒有拋 不對 小鴨嘴獸是推奶 對 不對 他只是在媽媽自己喝 好像餵 那他自己怎麼喝的 用奶瓶 好說明喔 澳洲會有地方在賣那個鴨嘴獸的奶瓶 鴨嘴獸拿貝殼 對鴨嘴獸他自己買貨幣 好喔 鴨嘴獸呢 是沒有奶頭的 所以它的乳腺呢 是跟汗一樣 分泌出來的 所以鴨嘴獸寶寶寶要喝奶的時候 舔他媽媽的肚子 喔 他好可愛喔 對 因為這樣如果很多次的話 就不用搶了啊 不然如果奶頭挺多六個就麻煩 喔 看 以後你養鴨嘴獸就知道了啦 喔 好 換我了 但我覺得這個你們可能也有查到 所以應該要答得很快 好 請問 世界上唯一一個不會腐敗變質的食物是什麼 蜂蜜 很難的耶 我又要撞題了 我要想第二題是什麼 哈哈 死定了 所以它是一種糖的過寶荷果 在1913年 美國一個考古學家 埃及金字塔古墓 裡面發現了一罐蜂蜜 然後那罐蜂蜜已經放了3300元 哇厲害 但是到現在還是能吃 有人吃過嗎 所以蜂蜜是不會腐敗的 但是市售的蜂蜜就不夠 而且要夠純 對 哇那一罐超級古董 第二題 人類的腳底板 跟哪個部位一樣長 不知道 先說你 誰都知道我會嘗試啊 請問 什麼動物的腦袋 眼睛小 蒼蠅 烏駝 駱駝 對 雞娃娃 雞娃娃很合理 大眼怪 不會算得分 太多分了 是嗎 要講麥特華斯基 袋鼠 為什麼會猜袋鼠的配合 很聰明 對 喔 來 鱷魚啊 不是 大家鬧了那麼久 恐龍啊 屁股有蠻性感的嗎 眼鏡猴 你當過 眼鏡猴眼鏡很大啊 她腦袋也不小 老闆哥布答案嗎 沒空你再吃 不會猜背臉小女子 答案是 我女 她是一個眼珠比腦袋還要大的生物 你從她外觀構造 頭顱構造 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看不出來 她眼睛很大殼 但腦袋其實很小 什麼東西在19世紀初的時候 是來製腹瀉跟黃膽的藥 我們平常吃的東西 腹瀉跟黃膽 這太冷門了 我媽呀 製腹瀉跟黃膽香蕉 不是 黃角 往水果那一類想就對了 番茄 番茄快對了 差一個字 後面能加一個字 番茄後面能加字嗎 番茄汁 再來 番茄 番茄醬 對 她說當時還沒有那個 什麼番茄醬的膠囊 就真的是把番茄做的醬 然後製 可是後來發現 沒有什麼幫助 然後眼神變成我們大家吃的番茄 我零分耶 這一題一出你就搶了 不管對不對 請問 什麼動物的全身都有味覺 番茄魚 番茄魚是黏黏的 人類 來一下 這是什麼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 蜜蜂 哇 噁是死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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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錯 全錯 答案是 鯰魚 鯰魚 哎呀 對 因為你的皮膚 分佈了25萬的胃瘍 哎呀 所以她全身都可以感受到胃瘍 拉鍊上面的YKK 是什麼意思呢 蛤 老扣口 不是 太龍KK 呃 吉田防製工業 其實對了 算對了 到這一步就代表他知道 對 吉田工業諸事會社的縮型 哦 是專門製造像是拉鍊那種練材 等一下有牛啦 有牛啦 太爽了 請問 為什麼 機長跟副機長 他們吃的飛機餐不能是一樣的 太大了 避免食物中毒 哎 真的是 完全在做題啊 我沒想到你真的會 因為機長跟副機長 兩個人要顧好乘客的安全的這個責任 對 那如果他們吃一樣的餐 結果剛好就是這個餐 兩個人同時中毒的話 又沒有人可以去顧好乘客的安全 如果在柯南上台就會有人會開飛機 我有辦法把他嚇唯一救你 柯南你不會這個姿勢 我當個小米救我了 那我待了多久 那我待了多久 請問 森巴舞的森巴 原文是什麼意思 搖擺 我覺得 慢慢來 差太多了 太遠了 快樂 不是 不過是方向我覺得是好的 喔 請 哇 生涯頻道喔 喔 對不起 很有誠意 喔 熱情 唉唷 很好欸 它不是一種情緒 它是一個動作 磨蹭 唉唷 快對了 答案會越來越奇怪 磨擦肚臍 對 蛤 哇 那種秒答案 我一輩子猜不到 哇 太冷門了 就我查到的時候 我也很好奇說 哇真的假的 就是巴西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一起磨肚臍 我第三題滿有趣的 玩的那應該是滿難猜的 麥當勞的標誌都是黃色的嗎 對 那全球唯一一家使用 藍綠色的麥當勞在哪裡 京都 越南 埃及 好熱 俄羅斯 好冷 美國 某一個城市 你家來的嗎 都說美國了 每萬家人都不一樣 我什麼都聽過 我自己也沒聽過 哇那完了 是 新婦生 好笑 吉普利 改答案 藍綠色的 美國的賽多娜 維護市井 所以他們那邊規定 臉面的招牌 不可以太過亮眼 所以就把那個M的黃色 改成藍綠色 配合周遭的環境 喔 京都也有這個 賽多娜 謝謝 娜嘎 走開 讚讚讚讚 請問 飛機波音747的記憶長度 恰巧等同於什麼 對 長頸鹿的脖子 那至少要是幾隻長頸鹿的脖子 的脖子 並在一起的 因為我對飛機有研究 來吧 他的那個記憶的長度 剛好是那個萊特兄弟 第一隻飛行的長度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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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對還不對吧 對 到底是 哪個動物 有三個音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不是因為我知道 袋鼓有三個音道 我才特別是他 你也知道 太扯了 太扯了 他完勝 他完勝 不管你們出哪一個 我都會是滿便的 你覺得越來越不爽了 對啊 對 今天 人之室王冠軍就是 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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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 謝謝謝謝 你是不是太扯了 你是不是太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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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